我们定在中国的澳门来举办 那么我今天上午 跟我们澳门品质管理协会的理事长 顾湘恩教授 我们做了一个交谈 那么我们对明年的一些计划 简单的做了一个展望 那么我们已经跟澳门政府 就是澳门基金会提出了明年 大概也是在7月或者8月份 那我们会办这样子 第十届的全新华人品质峰会 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那么具体的一些细节 可能要等到按照澳门的惯例 他们应该会在明年的三月份之前 才批复我们 那这个活动的细则 我们会尽快地定下来给大家 那么先简单的 对我们这个协会再做一次广告 昨天已经说了一遍了 那么我们成立的时间比较短 08年的6月份成立 当然我们协会里面的主持人员 主要还都是以专业人士为主的 我们学会是提倡租生学习 然后呢我们主要是想要为我们的月改 还有大湾区的品质村 包括我们全球华人的这个品质村 贡献我们应有的一个力量 过去呢我们也办了一些活动 这个昨天还没有介绍 比如说第三届的饭租地区的一个品质的论坛 包括我们已经去世的那个顾良之教授 就是前会长 现任的理事长 顾湘恩教授 那么呢 对 20年的时候确实比较抱歉 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在澳门办那个线下的一个分会 那么我们得到了 中国质量协会CNQ的大力支持 我们在北京做了一个北京会场 并且由山东航空做了一个分会场 然后我们在中国澳门也做了一个分会场 其他的就是得到我们在座各位的一个大力支持 大家这些前辈好朋友都通过线上的方式 对我们的一个分会做了一个大力的一个支持 那么我们协会也是多次受邀出席 比如像国澳亚洲发展论坛 以及跟一些比较高端的一些论坛 一些人士做一些交流 我们也定期的会到中国质量协会去拜访 我们跟在中国质量协会的对接下 我们也跟欧洲品质管制基金会 美国品质学会等等 我们有了一些联系 这些都离不开 中国质量协会 对我们品质管理协会的一个大力的一个支持 所以我们也多次参加中国质量协会的大型的一个会议 当然我们在弘扬这种品质的公益的这种讲座方面 我们每一年大概在澳门以及珠海 以及粤港澳大湾区 我们都有20厂到30厂 要么就是我 要么就是顾相当教授 包括我自己本能 会在这种全球青年大会上面做一些关于青年领导力的分享 因为心理学管理学都是我自己的一个研究的一个方向 那么在领导力这一块我也有比较多的一些科研 二四年我们跟广东质量协会也有一些比较多的一个互动 主要是针对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些品质 我们做一些互动 这个就是明年我们要开会的城市澳门 我相信大家很多都去过 这个是西土金安 这个是澳门电视台 那这边是大上班 如果是在七八月份的话 澳门的气候还是特别舒适的 这个是渔轮码头 渔轮码头的这个酒店 现在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就是没有经营了 但现在它成为一个可以去打卡 然后可以去休闲很漂亮的一个地方 接下来我们放一段澳门政府的一个欢迎大家的一个视频 去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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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